各位中文好 欢迎大臣凤凰五间专列 我是李亚倩 你好 我是奥祥 想以头条关注到的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30号召开了会议 研究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宠备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于2022年10月9号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建议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2022年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 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脉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华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设计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总结过去五年工作 全面总结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全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 人民群众新期待 制定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 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 守正创新 勇意前行 继续统筹推进 无为议题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继续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继续有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继续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指出 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要继续扎实做好大会筹备工作 确保大会胜利召开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集体表彰大会30号上午是在北京举行 中国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会见受表彰代表 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 勉励他们牢记使命责任 勇于担当作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会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在会上宣读表彰决定 上午11时 秦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间 与大家亲切交流 习近平等和代表们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在表彰大会上宣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表彰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的决定 决定指出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 授予朱秦等397名同志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授予北京立泽金融商务区 管理委员会等198个集体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在大会上讲话 他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受表彰代表 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 对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的高度包奖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公务员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 广大公务员要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 始终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要带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做密切联系群众的表率 带头力得修身 做涵养连结文化的表率 要加强党对公务员工作的领导 努力建设一支 让党放心 让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 防卫视综合报道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 三十号的上午 是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委员长栗战书主持 并做有关检查环境保护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 而会议并听取了多项草案审议结果 审议了多项草案的议案 说明了港澳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选举会议成员名单草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在会上做全国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环境保护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 栗战书表示 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连续五年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土染污染防治法等 十部生态环保法律 和相关决定的执法检查 为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做出了人大贡献 栗战书说 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 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 根源性 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 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 法律实施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 迎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严格落实法定职责 推动法律制度有效实施 健全完善生态环保法律体系 依法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此外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 做了关于香港 澳门 14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选举会议成员名单草案的说明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关于野生动物保华修订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 审议了关于提醒审议 反间谍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提醒审议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草案的议案 国家发改委主任 财政部部长 国家卫健委主任等多位政府官员 就国民经济 预算执行 加强和推进老龄工作等议题的 进展情况进行了说明 凤侯一世 增后报道 而在下一节情况当中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李家超感谢韩正对香港的肯定 宣布明天线上会见 广东领导 国家人整理机构专家小组访屋 与屋总统这天四季会面 欢迎回来 由香港特区政府主办的 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今天31号几十一连两天 在香港会展中心来进行 而全球有多名政商领袖 是以线上线下的方式 来参与论坛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今天上午就以视频的方式出席 并且做了终止演讲 他表示香港是 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 贡献者也是受益者 在参与和助理 一带一路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 工作值得充分肯定 同时他也强调 中央也将会长期的坚持 一国两制方针 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 全力的支持香港积极参与和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31号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并做主持演讲 韩正表示香港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 贡献者也是受益者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香港积极与共建国家商签合作协议 开展贸易投资合作 服务标准联通 国际金融合作和人文交流 在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作值得充分肯定 我们高兴地看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香港积极与共建国家商签合作协议 开展贸易投资合作 服务标准联通 国际金融合作和人文交流 在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拓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 工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韩正提到 近年7月1日 习近平主席在视察香港期间 发表了重要讲话 指出当前 香港正处在油乱倒置 走向油质机型的新阶段 中央将长期坚持 一国两制方针 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 独特地位和优势 全力支持香港积极参与 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韩正又对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提出四点希望 包括希望香港继续主动作为 推动与共建国家开展更多务实合作 希望香港做强专业服务 打造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 希望香港加强人文交流 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民心相通 希望香港深化与内地合作 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韩正强调 中国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以高标准 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 继续加强与共建国家务实合作 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 稳步拓展合作新领域 一定不宜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与共建国家携手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凤凰卫视金小飞香港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今天上午也出席了 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他在至开幕词时就表示 香港在项目融资专业服务 创新科技和国际联系上 都具备优势 在一带一路中 能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 Hong Kong is the pivotal gateway for all of us for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nd economies and the projects they partner in Hong Kong has it all project financing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suppor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apacity building cultural awareness wide ranging connections and much more the Belt and Road is inclusive and so is Hong Kong we invite the world to work with us together despite the pandemic our financial system remains resilient to market volatility 本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也是庆祝香港 回归25周年的活动之一 高峰论坛是以 攜手共创新篇章为主题 邀请全球政商等各界领袖出席 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 粤港澳大湾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等多边合作带来的商机 也将会讨论 后疫情时代之下 环球经济的新机遇 而李家超在见记者的时候 感谢韩正对香港的肯定 指香港会继续的发挥优势 贡献一带一路借舍 很多谢韩正副总理 在高峰论坛的发言 充分肯定了论坛的意义 也都肯定了香港 在一带一路的角色 包括我们是推动者 受惠者 以及贡献者 也都肯定了香港 在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优势之下 可以发挥的作用 香港在一带一路的倡议里面 可以在多方面作出贡献 包括专业服务 资讯服务 贸易 行运 金融中心的地位等等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今天上午在第七届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开幕议事上 也发表了讲话 他指出商务部将会继续支持 香港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 深度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商务部也一路既往 支持香港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 去年九月 我们签署了关于 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 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 支持两地的企业 共同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 同时发挥两地经贸合作委员会作用 举办线上交流活动 支持两地企业拼船出海 王文涛就表示了 商务部将会支持香港 巩固提升国际贸易中心 及金融中心地位 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 深化设施联通 强化联通内外的枢纽功能 还将继续支持香港发挥 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顺畅衔接优势 支持香港尽早地加入RCEP 并且支持香港发挥 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优势 欧文涛也提到 相信在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内地与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两地经贸合作 必将不断地取得新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必将不断地迈出新步伐 好 究竟一带一路建设 为香港的发展又会带来哪些机遇呢 我们的记者纪思青就请到了 前香港财经事务级库务局局长 陈嘉强要为大家来做分享 陈先生也即将在今天下午所 举行的主论坛 把握协同发展新机遇 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上 来进行演说 我们接下来就要交给思青 思青你好 时间就交给你了 好的 主播 由香港特区政府以及香港贸发局 共同举办的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31号一连两天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湾仔会展中心举行 那我们在现场也邀请到了 前香港财经事务级库务局局长 陈嘉强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您 也想问一下 其实这次我们知道是疫情以来 算是最大型的一次 线上线下的一个会议 那您如何看待这次会议的举办呢 第一 我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 做这个参与这个论坛 今年是第七届 我们主办这个一带一路论坛 其实也是看到过去七年 我们这个国家创意的一带一路 在全球取得很好的成绩 尤其是我觉得今天听很多嘉宾的发言 全球现在处于很多争议的时段 很多地缘政治 很多自由贸易 很多争议 所以我们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创意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智慧 我觉得取得成就也是非常好 我们也知道这种您所说 就是现在当前我们是面对着很多的挑战 但同时这一次的高峰论坛的主题 则是共同开创新篇章 那您认为接下来香港是可以如何的去 无论是为香港还是为国家 去开创一个新篇章呢 同时我们知道今天下午 您也将会参与一个 就是以协同发展 并且是越港澳和越港澳大湾区 以及一带一路的一个共同的主题 去进行一些分享 可以为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感受吗 我觉得香港要做好我们一管两制分类的事 做好的金融中心 法律中心 当然我们可以参与 无论是台湾区的建设 一带一路的建设 我们都可以参与 过去我们已经做了不少事情 包括我们金管局 推出很多金融工具 来支持一带一路投资 我们法律界 我们很多专业服务团体 也参与很多一带一路建设 不过我觉得我能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说我们香港 我们要参与台湾区 同时我们也要支持一带一路的一个创意 怎么去做呢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协同效应 因为香港是 台湾区将来发展 我觉得是离不开科技发展 香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位 成为国家一个很重要的歌唱中心 其实我觉得这东西跟一带一路可以连在一起了 因为举个例子 我们一带一路 尤其是我们东南亚很多国家 都是很多人口 将来很多人口红利的国家 他们也是很多年轻人 他们对科技也是非常有热情 其实我觉得我们香港可以扮演桥梁 把我们台湾区 很多的企业 包括的科创企业 投在东南亚国家里面 一方面我们有很大的市场 可以买我们的产品 同时我们的投资 也是把他们的科创做起来 所以对一带一路里面 无论是基建 对人性创建 我觉得香港可以扮演这个很积极的角色 谢谢陈家强 为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提前预告 那么我们也相信 在陈家强先生的分享下 我们也知道 就是一带一路 还是越港澳大湾区 相信其中都会有很多有机的结合 那么究竟接下来又可以怎样 去激起一个更加精彩的火花 在下午的有关论坛 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 先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再一次的谢谢思青和我们的嘉宾 那么另外要关于这个议题是 原本计划是这个星期 要到广东省访问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今天也表示 因为防疫的理由 改为9月1号 与广东省及深圳市的领导 举行线上会议 我们将会就越港岁港和深港合作 以及香港和内地人民经口岸交流的共同议题 交换意见和讨论 我亦都会在线上经过视频参与明天在广州举行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开学仪式 如果安排可以我亦都会参与在南沙民生学校的揭牌仪式 这次我在香港和广东 广州和深圳市政府领导 经过线上去见面 是因为防疫的理由 我希望明天和广东省 广州市和深圳市政府领导开会的时候 大家会有一个就议题 务实交换意见的气氛之下 去共同推进我们多方面合作的 再推进上一个新的台阶 好 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俄乌冲突对新情况 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30号在首都基辅会见 将到扎布罗任何电站进行视察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俄罗西及其所率领的专家小组 尔方现在聚报要求专家小组在一天内要完成视察的行程 另外欧盟分别举行了防长还有外长会议 讨论的重点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 以及是否进一步的对额实施签证禁令 泽列斯基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小组前往视察扎布罗热核电站前 在基辅与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 他表明只要把核电站控制权完全交于乌克兰 就能消除任何触发和灾难的风险 关于电视频维尤部份 律程中在继续发生的行程中 如同 커버自然之间的海 发生在三海 人吟通过任何凪职员内的尔方 另外担任何统的维尔武器 方式的行程中和裔罗西亚 扎波罗热核电站自三月初以来由俄军控制 但仍然有乌方人员在站内工作 近期围绕核电站的战斗加剧 俄乌双方更是互相指责 早前有消息称 专家小组将在当地视察四天 不过俄媒就报道 由俄方安排在扎波罗热的负责人表示 专家小组只能在一天内完成视察核电站的行程 并表明不认为专家小组此行会有什么成果 俄乌战事进入第七个月 欧盟在捷克分别举行房长及外长会议 再次强调成员国都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 房长会议重点讨论 如何更好地集中军用物资和资源 以及大批购买弹药和武器 包括防空系统 另外也会讨论协助训练更多乌克兰新兵 至于外长会就集中讨论 是否对俄罗斯实施范围更广的签证禁令 乌克兰政府一直呼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关闭边境 施压俄方改变立场 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都表示支持 但德法等国就倾向只实施更严格的签证限制 如芬兰将从9月1号开始将俄罗斯公民旅游签证申请数量大幅削减九成 同时只在俄罗斯四个城市每周开放一日接受申请 俄罗斯正密切关注欧盟就签证方面的讨论 并批评这是西方对俄罗斯非理性而且接近疯狂的行动 俄方并警告 如果俄罗斯公民成为打击目标将会做出报复 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30号起传前往俄罗斯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会晤 阿卜杜拉西洋就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 适应欧洲方面的要求来帮助调停恩乌战争解决乌克兰危机 阿卜杜拉西洋当天在临行前对媒体表示 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根据相关方的需要试图解决乌克兰危机 他还补充说 他的访问是在一些西方国家 希望伊朗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之后进行的 阿卜杜拉西洋还说 此行还将讨论双边关系和阿富汗问题 据讨论官方一通社报道 阿卜杜拉西洋预计周三将与拉夫罗夫会面 此时政治维也纳和谈的最关键时刻 预计双方还将讨论和协议内容 一个月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伊朗 与伊朗最高领导人哈姆内伊会谈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普京首次离开俄罗斯进行外访 9月 伊朗总统莱西将访问中亚 参加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和组织峰会 届时 他将与普京再次会面 王卫视 郑开里的穆森 德荷兰报道 在关心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在30号就表示了 由于法国一家公司 没有全额的支付7月的天然气贷款 而气决定暂停向这家公司供应天然气 而气已经说明了 截至8月30号的工作日结束 公司都没有收到向法国昂吉集团 供气的7月份货款 也因此已经通知了昂吉集团 由9月1号起暂停天然气的供应 直到收到了已经供应天然气的全额破款为止 那由于说昂吉集团较早时就已经表示 接到儿气通知 表示由8月30号起将会血减 对于昂吉集团的天然气供应 原因是因为双方在合约的一些问题上有着分歧 儿气早前发出通知表示 将会在8月31到9月2号维修 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 而切断供气三天 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因病医治无效于30号过世 享年91岁 美国和西方政要都纷纷对戈尔巴乔夫的事实 表示爱等 报道称 俄总统事务局中央临床医院30号夜间发布消息说 戈尔巴乔夫当晚因长期重病 医治无效去世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晚对媒体表示 俄总统普京对戈尔巴乔夫的事实深表哀悼 并会在31号向戈尔巴乔夫的亲友发去宴殿 多国政要前政要也在社交媒体上 缅怀戈尔巴乔夫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赞戈尔巴乔夫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 改变了历史进程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受人信任和尊重的领袖 对结束冷战和铁幕时代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称戈尔巴乔夫致力于为他的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 对和平结束冷战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美国总统拜登也发表声明对戈尔巴乔夫的去世表示哀悼 拜登称赞了戈尔巴乔夫的远见着实 并高度评价了戈尔巴乔夫为推动美苏和裁军和苏联的开放与转型所做出的贡献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也是第一任和最后一任苏联总统 在席任内苏联解体 据悉戈尔巴乔夫将被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与妻子赖莎的墓地相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事务局中央临床医院在30号晚表示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当晚是因为长期重病医治无效而过世 终年91岁 克里姆林宫说 总统普京对于戈尔巴乔夫去世是深表哀悼 将会在31号早上向他的亲属指宴点 戈尔巴乔夫担任前苏联领导人的期间缓解了东西方的冷战 也获得了西方国家的称赞 但是他在境内推动的改革 没有办法隔除国家的击毙 反而葬送了苏共和苏联 他的一生也集合了成功与失败 赞誉与责难 戈尔巴乔夫1931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32年后他获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成为苏共的一把手 当时只有54岁 他头上的红色胎记从此成为了他的标记 面对国家因为与西方冷战 经济长期不振的局面 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开放等口号 希望通过改革和开放 隔除击毙 不过当时的苏联也是击中难返 改革面对重重阻力难以推行 加上国库空虚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卢布大幅贬值 以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等大灾难 民间埋怨之身四起 外交方面却是一番新气象 戈尔巴乔夫有别于过去苏联领导人的强硬作风 积极倡议财军 加上开明的形象 缓和了东西方的紧张关系 连串动作令戈尔巴乔夫博得西方媒体的好感 不过也因此引起国内强硬派的不满 1991年8月19号 十多名高层官员将正在黑海度假的戈尔巴乔夫软禁 另外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 不过政变得不到人民支持迅速溃散 戈尔巴乔夫虽然平安返回莫斯科 权力却已被带领人民反对政变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架空 叶利钦其后更终止苏共在俄罗斯的活动 同年年底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辞去苏共总书记等职务 离开克里姆林宫 从此告别政治舞台 在克里姆林宫飘扬的苏联国旗随之下降 苏联从此走入历史 戈尔巴乔夫下台后继续留意国家的发展 他成立政党 出版书籍 四处演说 发表证件 但他晚年备受挚爱妻子离世的打击 以及糖尿病的折磨 要多次禁院治疗 2013年更一度误传他病逝的消息 由于病情严重 他无法到伦敦出席英国前首相萨切尔夫人的葬礼 送别这位共同结束东西方冷战的对手 亲密战友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 2014年7月去世 他也无法出席告别仪式 身处大时代的戈尔巴乔夫奋斗一生 最终却无法挽狂拦于祭祷 西方不少人赞扬他为世界带来和平 为人民带来自由 但在国内情况却相反 不少俄罗斯人痛恨他的改革 引发苏联解体 令国家陷入混乱 2016年底 苏联解体25周年 戈尔巴乔夫回顾这一页历史时说 他当年推动的新思维 让人民获得了自由 但这个过程尚未结束 一些人也感受不到自由的好处 反而觉得自由是一种烦恼 对于当今的俄罗斯 他指责有官僚和商人 组成利益集团 窃取国家的财富 他也批评西方挑衅俄罗斯 诋毁总统普京 企图把他矮化 戈尔巴乔夫的一生 即成功与失败 责难与赞誉 结束了东西方 长达数十年的冷战 却又葬送了自己的国家 事功事过 只有留待历史去评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美国德州卫生服务局 30号是发表声明 确认州内首位确诊 感染猴豆的患者死亡 而根据了解 可能是美国首例 猴豆死亡的病例 这一名成年患者28号 是在德州的一家医院去世 身前免疫功能严重受损 猴豆是否是致死的原因 现在还在调查当中 而声明当中也提到了 猴豆通常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但是如果说免疫系统受损者 感染猴豆后 转为重症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截至8月30号 在全美已经报告 超过了1.8万4例的 这一些猴豆确诊病例 是 那么在下一节当中 我们继续还要来关注到的是 内地制造业活动 连续两个月陷入萎缩 但是景气度永远回程 台湾近一年超过4000人 到柬埔寨 没有返台306人疑似受害 欢迎回来 财经消息 我们来看到的是 亚台区股市在今天是普遍偏软 但是韩国和台湾股市 则是有逢低买盘支持 触低反弹 至于日本股市 则是继续受到了日元弱势的影响 仍然是下跌了大约0.4% 摇关心市内地互生两市 双双低开随后跌幅扩大 创业板几更大跌2.13% 户指中午市暴在3189点 下跌了37点 跌幅1.18% 而半日成交来到了 2612亿元人民币 而深层指中午市暴在 11762点 下跌208点 跌幅1.73% 而半日来到了 3657亿元人民币 相当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低开了359点 但随后跌幅略有收窄 股神巴菲特 投资旗舰减持比亚迪 那拖累了BRD股价 最多下跌了一成二 但临近五盘前 跌幅收窄到不到一成 成为最弱势的蓝筹股 恒指中午暴在 19871点 下跌了78点 跌幅0.39% 而半日成交 545亿港元 再来关注到 内地制造业活动 是连续两个月陷入萎缩 但是景气度则是有所回升 而非制造业活动则是 连续三个月出现了恢复性扩张 但是这扩张的速度 却是连续第二个月放缓 中国国家统计局 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共同发布的 8月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PMI 报49.4 比7月份回升0.4个百分点 是连续第二个月 处于萎缩区间 构成制造业PMI的 五大分类指数 全部处于收缩区间 但新订单指数 原材料库存指数 和从业人员指数 都有改善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和指出 制造业景气有所改善 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 有12个行业的PMI 比7月份有所上升 而随着中秋临近 农副食品加工 食品及酒饮料 精致茶等行业 处于较高景气度 促消费政策落地 也提升消费品行业PMI 至于非制造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52.6 虽然比7月份下降1.2个百分点 是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但已经是连续三个月 出现恢复性增长 受到疫情和高温等不利因素影响 服务业扩张速度有所放缓 当中住宿 餐饮 电信 广播 电视 及卫星传输服务 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扩张较快 但房地产 租赁 及商务服务 居民服务等行业 商务活动仍然收缩 建筑业则保持较快扩张 至于8月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1.7 比7月份低0.8个百分点 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总体延续恢复态势 但扩张力度有所减弱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看是德国的通胀 升到了接近50年的高位 欧洲央行官员也呼吁要 大幅加息来应对 多名的美联储官员也重申 支持9月份进一步的加息 来平息通胀 德国8月份消费物价调和指数出值 按年升8.8% 升幅是接近50年来最大 按月也上升0.4% 主要受到能源价格飙升推动 欧洲央行管制委员米勒认为 由于通胀高企 而且没有改善迹象 9月份应该考虑继续加息 幅度应该比7月份的半离更多 可以是0.75离 另一名管制委员 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也提到 不应该因为担心经济衰退 而推迟进一步加息 而美联储官员也继续释出鹰派信号 美联储第三号人物 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斯表示 目前美国通胀仍然太高 为了恶低通胀至2%的局方目标 联邦基金利率需要升至3.5厘以上 威廉斯预期高利率将持续至明年底 但他拒绝评论9月份应该加息半离 还是0.75离 亚特兰大联储银行行长 博斯蒂克也指出 美联储抑制通胀的任务是不可动摇的 李士满联储银行行长巴尔金也提到 经济衰退显然是通加息来抵抗通胀的过程中 其中一个风险 但他认为经济不一定像2008年时那样出现衰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两岸消息方面 在台湾近期是频频传出有民众遭诱骗到了东南亚的事件 台湾刑事警察局清查公布近一年来 赴柬埔寨人为反台的民众一共是有4679人 而疑似的被害者则有306人 更离谱的是有一名受害者逃回了台湾 人蛇集团成员竟然就在机场等他 来说你的家属必须要付赎款 而他出面诉说了经历还是非常害怕 受骗的台籍男子回台后 诉说在缅甸KK园区10天的日子 他们叫我们骗钱 我们只能照做 不然没照做就是没有业绩 没业绩就是要受体罚 然后被毒打 不然就是把我们关在里面 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也不能喝 就是我听人家讲说 一直转卖转卖到 你不能用了 就是没有人力去做事了 他就会转入到柬埔寨的港口 你三个船就器官都被拔掉 男子是在家人报案后被国际刑警救出 但他抵台后 人蛇集团成员还到机场要求家属付赎款 台湾近期评传民众遭诱骗到东南亚地区 并遭虐打事件 台湾刑事警察局清查近一年赴柬埔寨后 仍未回台的人数 共有4679人 疑似被害人306人 在机场拦截出境共有33人 另外警证署侦破人口贩运案共45件 126人 其中37人裁定羁押 法务部调查局 侦破人口贩运案5件12人 其中2人裁定羁押 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 台北报道 中国将自8月31号起 启用新版的出入境健康声明卡 而取消了对出入境人员 核酸检测信息 既往感染情况 疫苗接种日期的申报要求 有留学生就表示 期待未来可以简化更多入境程序 让回国之路更加便捷 在疫情前 可以写满三块大屏幕的国际航班信息 如今每天只能显示区区十个班次 自新冠疫情以来 出入境航班数量锐减 对于留学生来说 慢慢回国路有很多道关口 从2020年1月底开始 入境中国的人士 就需要进行健康申报表的填写 那你可以选择 纸质填写健康申报表 那当然了 你也可以用手机上的软件APP 然后进行这种电子版的填写 那么在这里呢 它会要求你进行申报的项目内容 包括是否有核酸的阴性证明 以及是否有疫苗接种的证明 当然了 它也会询问你是否曾经 得过新冠肺炎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 进行健康的申报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上海浦东机场 国际航班的出发厅 那不远处呢 就是国际航班 以及港澳台航班的到达大厅 但是由于防疫的规定 那里属于红区 所以我们是无法进入 如果需要入境中国的旅客 到达上海浦东机场之后呢 依然会进行落地核酸的检测 然后再开始隔离 也就是说 虽然从手续上 简化了这样的一个流程 但实际上入境的要求 依然是没有放松 有留学生说 其实归国途中 最重要的一环 是健康码的申领 健康码的话 是由当地的中国大使馆发放的 也是一个在登记前 必须获得的一个文件之一 比如说在伦敦的话 获得健康码的方式 还是比较复杂的 是需要进行两次核酸检测 然后这两次检测的 规定也是比较细致的 是需要在两个不同的机构 进行这些检测 然后这些检测 时隔的时间 是要大约24个小时的 如果你的回国行程上 是有转机的国家 你要向那个国家的 大使馆申请健康码 尽管如此 也有在美留学生觉得 这一系列政策都表明 未来回国的程序 可能会越来越简化 这确实会意味着 就是会进一步 未来可能会放宽 出入境的要求 因为包括现在 得力政策也改成了7加3 我认为就是 这些政策都在慢慢的变好 就是让我们留学生 回家就变得更容易 今年8月 中美之间恢复直航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 与中国恢复直航 未来海外人士的入境之路 将会更加顺畅 凤凰卫视高月佳 可敬上海报道 而经历了上个学期 强达三个多月的线上教学 上海市中小学 以及拖幼机构 在9月1号将会正式的开学 8月31号部分的学校 也将会提前报道 那官方就要求 所有的师生进行核酸 每日一见 根据上海市教委规定 开学后 师生员工需持24小时内 核酸硬性报告进校 同时每天离校前 要完成一次核酸采药 学生的同住人 也必须每天上传健康信息 并完成相应的核酸检测 尽管防疫政策严格 但家长们都表示理解 上海3月12日 因为疫情防控 全市开展线上教学 离开校园5个多月 不少学生对重回校园 表示兴奋期待 我的心情非常的开心 在手架里 就是一直想到学校 一直想到学校 开学又会有什么好玩的课程 又会有怎样的变化 然后那些课程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变得更好玩 有没有更多好玩的器材 然后我们就是每天都在想 这个梦都能梦到的 而重返校园 对部分学生来说 存在一定压力 需要重新调整心态 对此有老师就表示 已经做好了课程设计 将增加体育锻炼时间 帮助学生 重新融入校园生活 组织他们 多进行一些团队的游戏 对这些团队的游戏 其实是在疫情当中 可能就是说 居家生活当中锻炼的时候 是缺少的一部分 增加孩子们的一个社交 就是用游戏的方式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培养孩子们的一个规则意识 用体育运动来培养 他们的规则意识 富翁卫视 黄蓝和超 上海报道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组织委员会官网及北京2022APP 将于9月1号起停止服务 北京冬奥组委官网上发布的公告称 上线6年一路走来 感谢您对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以及中国冰雪运动的陪伴与支持 让我们继续弘扬北京冬奥精神 一起向未来 2016年7月31号 北京冬奥组委官网上线运行 透过了PC端 移动端和社交媒体平台 展示筹办亮点 揭露冬奥里程 感谢您搭乘凤凰古剑专列 我们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